听公医生巨响,学长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我是学长 刚才那是什么玩意 娘了把鸡的奥特曼 不过他告诉我这附近还有一个奥特曼的隐藏基地 你是在收我吗 哎呀大哥你咋又出来了呢 老大,你出现幻觉了吧 我靠,药效不会这么快上来了吧 哎呀妈呀,只要我的智商不下降就行了 现在我就要去那个奥特曼的隐藏基地 揍你 老大,你慢点开车,我都晕迟了 不行啊,你看我前面有个奥特曼在跳舞 我真是气死我了 敢在我江南第一舞神的面前跳舞 这不是粪坑吗,没打迪布,找死吗 老大,前面没有人呢 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哎呀,我的妈呀,超脑力失了了 哎呀,我的腿 哎呀,我可能是要死了 哎呀,这底什么哎呀,这这么黑的 哎呀妈呀,快跑啊 听到这边海底下有三头胶和远古巨兽 那玩个老下人了,就说老猛了 哎呦,你妈呀 总算出来了 等我获得了奥特曼的所有能力 我就下去把他们干掉 把他们干掉之后,再获得他们的能力 我岂不是就可以当这边海域的老大了 老大,那玩岂不是就是老二了 那必须的吗 有人老大我一口水喝 就用你给我打水的份,知道不 先把我的神秘药水和超级神器放在这里 我决定拿着我的超级雷神锤 去这座破船上搜来的东西 哎,这玩意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船呢 哎,这不是奥特曼的星剑吗 不过怎么会在这里啊 小伙伴们,如果你们突然拥有了超能力 你们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下方评论告诉学长吧 下方评论